纸个富豪 纸个富豪 至今以来最富有的一天 没想到透过纸张来完成的富豪之梦 老实说我在现场也认识到了不少的纸张 也学到了不少新知识 吸收了很多奇妙的特殊 马上来跟着我和文之铺好朋友 一起来体会一下被纸张支配的一天 第一间是长春纸铺 这是我们的文具控好朋友Phoebe介绍的 埋纸好去处 他们现场还有开设那种棉纸丝画的课程 我觉得非常的酷帅 那除了手工棉纸之外啊 我们还可以看到有各国的美术用纸 像是有产纸啊 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花色 只不过我喜欢的花色 它不是太大张 就是被做成纸袋了 所以就没有入手 那这里面我最喜欢的是这一个 手工纸明信片 五种颜色我各挑了一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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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我在长春纸铺购买的纸张 这边是我在长春纸铺购买的纸张 这个很特别你看 它的纸啊 还有叶子的痕迹耶 你不觉得如果在上面写一些那种 什么名言家具啊 座右银之类的 我的天哪 质感真是大幅提升耶 那边比你的质感好 因为我的这个人吗 对 剩纸感 谢谢你了 在长春纸铺 我觉得我买到最满意的是这个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手工纸 你看红 黄 对 蓝 紫 用来做拼片或是写字啊 都很适合 会变变紫一样 变变紫一样 变变紫一样 你看这纹纸张摸起来 才是很厚 听起来声音是论好听 听一下 那你该用那个A的声音啊 没关系 在结束了长春纸铺的行程之后呢 我们要进入到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Paperwork 纸本读业的 纸边清仓 好够 这是我第一次参与到Paperwork的清仓活动 那先前就有听过一些文具控朋友们 说到那边可以找到很多很实惠 又非常好用的纸张 所以就一直很想参加 终于被我等到机会了 我们到店门口外面就可以看到 有非常多的人聚集 他们都和我们一样很有品味 它就是一个小小的空间 可是呢我在边边选完纸之后 我想要到中间 我大概花了十几分钟的时间吧 就其实我只要一转身就可以到中间 可是人才太多 我紧不进去 很多人啊在现场都会讨论起说 诶我买这个纸要怎么用啊 我买这个纸想要拿来做什么样的作品 我觉得很棒 很棒吗 对啊 他们就自己在那边分析起来 我觉得很棒耶 在那么结 对 好热情 好热情啊 我的热情 在paperwork里面呢 我觉得我最喜欢的是这个 180块钱的符带 满板印刷 好可爱哦 这很适合拿来当手帐的副材欸 很漂亮 今天闪闪 这就是感觉乐通会中奖 这样的筋 我有做花票 对不起我没有 厉害吧 我连是到目前为止 算了 不想吃 它还有这样 一样的金色 好金哦 然后还有一直 我很想要找这种英文的旧书报 它里面就附赠了一些 我觉得蛮好的素材 来 嗯 那接下来呢 还有 很棒耶 你看它给我们什么 你猜这是什么 这是纸信封 只要给你的虚线把它折起来 就会是一个很有质感的信封 再来 看一下 它的纸本作业 这个印刷纸 好可爱哦 可以从书签 很可爱 我觉得很好 它印得很好 纸感很好 再来呢是这个有点像云彩纸的 这颜色配得很文文儒雅 我觉得它可以拿来当一些手工书的封面 我自己觉得啦 这种纸上厚度蛮厚的 可以拿来做钓饰卡牌 就比方说 写个春啊 风挂在那边这样 水光有 这个也是 厚度比较有 写个YA送给人 YA 这个更厚耶 这个以后我们起播的时候 可以拿到我们名牌卡 它超厚 这个名牌卡吧 不知道怎么写 小信封袋耶 你看折起来有小信封袋 太多信封了 好可爱哦 最后来送人 180块的福袋 可以买到这么多的品项 值得吗 我是现场是问店员 有没有适合写钢笔或是盖印章用的纸 还有推荐的这一点 提前纸纸很好 未来呢我们就规划一集来做手工书吧 就使用这些纸张 还有这些小纸卡呢 都是我和VV队分的 我们先前不是有介绍过一些 粉彩牛奶笔吗 那些牛奶笔啊 我还拿在上面写 刚刚好 或是说带有白墨的纸胶带 都很适合 我要买这种小可爱造型 这感觉也很适合哪一座钓石 白色 你可以说掉多少东西 我是掉一对YAS给大家 其实要在现场只要有打卡 就可以参加他们的欢乐一把抓活动 他们会准备像这样子尺寸的一些纸边 带给你用一匙手抓 我那时候呢就它叠好之后 落一落这样叠很多 然后你这样自己抓 但这个是有点少 因为我是跟VV队分的 原本还可以更多 大家请一看照片 其实那时候我有点拿得有点客气 想说不要让别人觉得好像我很 很贪婪 再来呢它现场我还拿到了一包这个 不晓得画面上看不看得清楚哦 你以为它叫的是明信片对不对 它其实是合纸贴纸 感觉用在拼贴上面就会很方便啊 不用再另外用痘痘贴或者是上一些胶 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棒 那我们其实在现场呢 还有看到很多纸的专业大富豪 你只是一日限定爆发户啊 富豪 没有错 老实说我 没有错 这个好像差不多厚 测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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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干什么啦 好像大家知道我手很大 对于纸的专业呢 我们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 那这些纸交分呢 买回来以后 当然也要好好的构思后续的应用 所以未来呢 我们也会和大家分享 看我们怎么样使用这些纸 有任何问题 或是想分享给我们的资讯 都欢迎留言给我们哟 也欢迎各位呢 逛逛捡绝对一起的活动 大家下期再见 拜拜